有些人表面人畜无害,没什么攻击性,但其实心眼最多,但只要被冒犯了,他们可是想方设法也会报复回来,不会吃半点亏。 在生活中,轻易不要去招惹别人,说不定对方很记仇,一旦招惹了他们,说不定就会记你一辈子,等到他们运势好了,飞黄腾达,才大气粗的时候,说不定还会报复你。 例如这几个生肖就最记仇,而且运势也不差,所以没事不要招惹他们,真的会记你一辈子。 生肖鼠,生肖鼠鼠的人心自细腻,为人敏感,所以生肖鼠鼠的人心眼也不是很大,很记仇,一旦招惹到他们,他们将来一定会找机会报复你。 再加上生肖鼠的运势很好,命中能招财所以千万不要招惹鼠鼠的人,一旦他们运势到了,发了财,一定会找机会报复。 鼠鼠鼠人天性灵巧,他们有适应环境的能力,与人也容易相处,工作中总是能够积极完成工作。 生肖鼠的人懂得精打细算,他们做事一丝不苟,平日点子很多,性格坚强,内心更是敏锐,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巧妙化解。 生肖鼠鼠的人惹不起,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,让财富越来越多,他们靠自己会觉得很踏实。 不喜欢依赖别人 鼠鼠鼠的人总是有许多好点子,所以生活遇到困难都能迎刃而解。 他们的福运自然天成,在生活中,他们能交到很多知心好友,许多变成了贵人,由贵人主动帮忙,事业通达,一生不用操劳就能衣食无忧,大富大贵,真是令人羡慕。 生肖鼠鼠,生肖鼠鼠的人是一个敏感而多疑的属相,鼠鼠的人脑袋很好用。 记性也很好,特别是那些欺负过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受过委屈的人,他们更是会记一辈子。 所以不要招惹鼠鼠的人,他们会想尽办法地告诉你。 而且生肖鼠的运势也不差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黄腾达。 虽然鼠鼠人也知道人不能太细愁,否则容易伤身。 但是架不住他们的记性实在是太好了,但凡有人伤害过他们,那么,鼠蛇人就会把这件事记得死死的,并且把这个人列入他们的黑名单中,从此不再往来。 有时候鼠蛇人自己也不想这样,但是记性太好的他们又厌抚下这口气,所以还是报复别人来得让他们通体舒畅点。 鼠蛇的人很容易转约,有的时候,哪怕他们已经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了,但是笑蛇人依旧可以转约。 所以,千万不要看笑蛇人一时的运气不好就去欺负他们,他们的运势也许就在你欺负他们之后就开始逆转了,所以笑蛇人的运势就逆转得很快,他们自然在逆转之后干什么事情都是轻云直上。 所以笑蛇人不是能被看不起的人,一旦逆转就会让你付出代价。 生肖羊,生肖鼠羊的人看着很低调,但人也很和善,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生肖羊好欺负。 生肖鼠羊的人内心很要强,而且也很聪明,一旦招惹了他们,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报复你。 再加上生肖羊的运势也不差,做事情也很努力,早晚能够成大事,所以千万不要招惹他们。 属羊人看似脾气温和,其实他们非常倔强,最痛恨背叛。 他们很记仇,所以一旦惹过他们的人,下场都不会太好。 虽然如此,也难掩盖属羊人做事雷厉风行,执行力极强,公私分明的优点。 这样的人财运注定是不错的,他们的成就令人赞叹,天生好命富贵,赚钱的能力最强。 属羊人很聪明,思维很敏捷,他们性格坚强。 遇事开朗乐观,不喜欢依赖别人,总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不错的成就。 属羊人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,他们内心更坚强,即使从事坚固的工作也能够不抱怨。 生肖羊凭借自己的才能很快走在最前端,财气权力不断前进,属羊人的财富也能跟住财源滚滚。 生肖鸡,属鸡的人,对于身边周围的事情很善于观察,他们有著敏锐的观察力,所以任何细节都很难逃过属鸡人的眼睛。 然而不好的事情就是属鸡的人,对于很多细节会耿耿于怀,假如有一个人小心在某些细节上惹到了他们,他们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心里记很久,尽管他们什么也不说。 属鸡人,他们厉害的不在于他们自己的运势的强大,更在于他们的报复之心特别的强大。 可以说是一定快计较,在他们对于困境的时候,如果对于他们进行帮助,那么他们也能马上的就有住感恩的心,但是等他们境遇不好的时候,如果你趁机欺负了他们,那么他们在之后是一定会报复的。 所以肖鸡人不要轻易地得罪了,如果得罪了就离他们远一点,属鸡人不仅爱钱,还很会精打细算。 但属鸡人的精打细算可不是铁公鸡,而是懂得什么该花,什么不该花。 属鸡人即便已经拥有了很多财富,也还是会精打细算,不会浪费奢靡,而财神也会更多地光顾他们家中,有属鸡人的存在,注定可以招财望运,运势救手,富贵三代。 生肖兔,属兔的人性格温柔又谦和,谁也不会把暴躁和仇恨,联想到他们的身上。 然而俗话说得好,兔子急了也咬人,属兔的人就是这样,平日里不吭不喊,一旦真生气了,就是令对方万劫不复的。 他们最擅长记仇,而且完全不会让你发现他们在记恨你,一如既往地对你好,直到时机成熟了才报复,一旦报复就会让你付出百倍代价。 住时是不好得罪的人,其实属兔人比较吃软不吃硬,虽然很会记仇,但只要诚恳道歉,他们还是会渐渐地软化下来的,不算是最难对付的人。 属兔的人惹不起,他们很有人缘,在朋友心中也很有地位。 生肖兔的人做事果断,为人热情慷慨,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们,性格坚强,内心更是坚韧,喜欢把事情做到最好。 属兔人很有能力,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收获好运,是很容易成为行业的佼佼者。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,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,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地努力,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,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。 祝大家开心幸福 人生在世每个人的际遇都各有不同,有些人一生多财多福,拥有富贵人生,从来不为钱财发愁。 过注不差钱的生活,看重什么买什么,喜欢吃什么就许吃,想去哪儿玩就可以马上订车票机票,人生就是如此潇洒。 在五年之后,十二生肖中的人,的确可以通过努力奋斗,怕命赚钱,最后不差钱。 属鸡的人最有做生意的头脑,对于财运,他们一半信命,一半信自己。 从小就表现出来的生意头脑,让他们在众多人群中脱颖而出。 属鸡之人特别心细,对于自己不清楚的事情会需心请教任何强者。 在这个物质的社会,孝鸡们为最强生存者。 努力过后,财运滚滚来,一生作用好产,通常由贫到负的过程最耐人寻味。 属鸡之人近日运势不错,财运也有突飞猛进之进展,他们大多中年得财,于年少多闯进十足。 但是,财运也有赢,不错那套,不错那套,不错那套,不错。 现在是,财运也有似是,财运的作用。 Yiiia,财运也有帮助,财运也有作用。 财运也有需要最强的财运,和财运也有加强者赢,不错那套,不错那套,不错呢? 感谢观看